神秘连环女杀手每隔九年就出来杀人 受害者脑浆流干而亡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悬疑篇月影杀痕 影片一开始就是一片世界末日的镜像 似乎预示了一个不好的未来 接着时间来到了1988年 警探托马斯接到警讯 市区发生了一起连环杀人案 托马斯告别了家中怀孕的妻子和搭档火速赶往现场 死者分别是司机、钢琴家和厨师 三人的死状都一样 大脑被溶解 脑浆随着流干 死者的脑后还有针孔注射的痕迹 法医鉴定之后 认为致死原因应该是某种未知的同位素 就在两人调查的时候 总部又发了消息 说有一名受害者遭遇了和死者一样的攻击 但是还没有死亡 两人急忙赶去现场 受害者告诉托马斯 凶手是一名黑人女性 身穿蓝色连帽衫 左手沾满了血迹 口供刚说完 受害者就脑浆流干 领了盒饭 警察对社区展开了大排查 但是并未找到嫌疑犯 晚上托马斯和搭档到街上巡逻 却偶遇了女杀手 托马斯和搭档紧追不舍 终于在地铁站追上了 这时女杀手却表现出和托马斯认识的样子 还说她的女儿即将出生 而且对托马斯的搭档感到抱歉 这神神叨叨的一席话 听得托马斯是一愣一愣的 之后 女杀手将托马斯靠了起来 托马斯趁女杀手不留神 将路上捡到的同位素注射器 注入女杀手体内 最后女杀手被经过的地铁撞死 警方检查了女杀手的尸体 发现女杀手没有任何身份证明 身上只有一串钥匙 此外 女杀手的手腕上有一颗子弹 但是托马斯从头至尾 都没有开过枪 子弹又是从哪来的呢 托马斯刚处理完案件 就接到医院消息 妻子产食大出血 最后女儿活了下来 妻子却遗憾去世 女杀手的预言似乎正在成真 接着时间来到了1997年 这天托马斯正在给9岁的女儿庆生 却收到警方消息 说和9年前一毛一样的凶案又出现了 托马斯观看录像 发现录像上的嫌疑犯 很像9年前死去的女杀手 而且嫌犯的左手同样受了伤 他和搭档还调查到 9年前从女杀手身上发现的钥匙 居然是去年一种心机型的钥匙 这一连串的发现实在是太诡异了 托马斯和搭档决定去机场探查一下 两人刚出办公室就遇到一名叫拉奥的物理学家 他认为女杀手很可能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根据他的研究 凶手每次都出现在月球禁地点 而且每9年出现一次 这个周期恰恰是雪月出现的周期 这种雪月可能会造成隐蔽异常打开时空隧道 托马斯认为拉奥的理论过于玄奥没有当真 两人继续赶往机场 托马斯独自进去调查 没想到女杀手又一次冒了出来 还持枪控制了托马斯 这时搭档过来协助托马斯 不想却被女杀手一枪爆头 现在我们算是知道 为什么女杀手要对搭档说抱歉了 女杀手用飞机载着托马斯逃跑 他告诉托马斯每隔9年 他将利用雪月回来一次完成任务 但是却让托马斯不要再追他了 因为自己其实是在救人性命 说完就将托马斯踢下飞机跌入海中 第二天警方派出全部人马搜查 却发现女杀手竟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有托马斯知道女杀手是回到了未来 一转眼时间来到了2006年 片子的托马斯仍然在寻找关于女杀手的真相 他调查了两次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 发现这些人都是某个激进组织的成员 而现在只有一名组织成员还活着 托马斯来到成员家中 发现成员已经被杀害 同样是脑浆流干而死 很快托马斯就在这发现了女杀手的踪影 他持枪击杀了女杀手的左手 接着又一路追踪女杀手 来到了一个山洞之中 此时女杀手已经进入时间机器 很快他就和时间机器一起消失了 托马斯也明白了 女杀手手腕上的子弹是哪来的 一转眼又是九年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2015年 这次托马斯直接守在了月球禁地点 女杀手一出现就被托马斯控制了 就在托马斯打算送女杀手隔屁时 女杀手却说她是托马斯的外孙女 还说正是托马斯让她穿越回来完成任务 原来在未来世界 由于激进组织散布的可怕思想 整个国家陷入到可怕的内战之中 为了阻止这一灾难性结果 托马斯才会派外孙女回来干掉那些激进组织成员 得知真相的托马斯对亲手杀死外孙女自责不已 他希望孙女能穿越回1988年改变现实 然而孙女却告诉他 穿越是倒着来的 也就是说 1988年孙女的死亡将会是整个事件的终结 说完外孙女就离开了海滩 留下托马斯一人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执迷一辈子去寻找的真相 到头来竟是一场净花水月 是个人都难以接受吧 这部影片属于常规的穿越类影片 穿越设定上有点神秘主义 剧情上也存在一些牵强的地方 不过和缓相扣的设计看下来还是蛮过瘾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就点赞关注一下吧